歡迎搭乘華航A350 走進華航最新A350的班機 我們可以看到 在商務艙設計的部分 中間少了置物櫃的設計 所以視野看起來是非常廣闊的 而走到這個座位 他們這一次也結合了 非常多金屬的元素 包含這個桌板 還有這個框框 邊框的部分 也都用金屬設計 客人打開之後 我們會有一個梳妝鏡的 讓客人可以隨時 可以注意一下自己的遺隆 光體積深 座位空間大 原有的親子握艙 當然也不能少 特別打造的空中小酒館 也是一大特色 右邊這邊是我們台灣的 文創茶餅區 包括很多我們台灣 自己製造的一些 譬如說山林溪的高山烏龍 班上強調台灣特色 就連第一次的體驗飛行 也是繞行台灣一圈 帶乘客欣賞台灣之美 花旺地價A350取名地區號 10月底首航香港 明年1月將飛歐洲長城縣 不過日前網路曝光的機身字體 由於引發兩極評價 上午亮相已經去除 這個真的是大家來看的 不是我一個人來看的 我想這個讓票選 讓最多支持的人來填上去 那就是最好的 除了華航之外 包含國泰航空 新航泰航也都在今年 接收第一架A350 航線規劃大多鎖定歐洲長城縣 機艙內裝也都各有特色 其中國泰更針對商務可需求 設置機上Wifi網路 它希望能夠經濟省油之外 飛機可以更新 更具這個科技展 科技感 還有就是說它的載客量 比較大 比較舒適 特機內裝融合自家航空特色 搶攻長城縣市場 亞洲各航空公司 競爭越來越百人化 記者林榮緣邦韜報道